嘿大家好,這是1.0提示界 2022乒乓球賽季已經來到最後的衝刺階段了 在哈薩克舉辦的阿拉木圖挑戰賽 是年中各項大賽前的最後一場國際賽了 其中,林荺茹的發揮非常的神勇 在三個單項中奪下兩冠一亞的佳績 另外,女雙也奪下一面的銅牌 為年底的各項大賽開了一個非常好的招頭 就讓我們一起來回顧 台灣選手們在這屆賽事的精彩表現吧 我們就來按照這個比賽的時間順序 來講這屆的比賽吧 首先上演的是混雙的決賽 林荺茹之前的混雙搭檔 鄭妮靖目前在日本的聯賽打球 她並沒有參加這一次的比賽 所以林荺茹就改跟陳思雨做搭配 這是兩人生涯首次的搭配 只在出發前稍微在國訓中心練習了短短三天 默契竟然意外的好 面對世界各國的好手的挑戰 16強以及8強賽都是快刀斬亂麻 3比0直接獲勝 4強賽雖然首先以9比11掉了第一局 但後面馬上展現大心臟 以11比9、12比10逆轉了戰局 驚險晉級到決賽 面對到的是中國的混雙組合 在雙方戰成1比1平手的時候 關鍵的天王三之戰 中國組合一度取得10比6的巨幅領先 但是林荺茹跳了出來一服當關 台灣的組合連收5分 反倒取得一個局末點的機會 但是中國的組合馬上追平了比數 雙方就此陷入你1分我1分的拉局戰 直到15比15平手 台灣組合才驚險靠著幸運的擦網球 拿下了這一局 戰爭 然而中國的組合非常的難纏 第四局台灣組合一度取得6比4的領先 但是後面中國組合力挽狂瀾 一波7比1的攻勢 直接帶走了第四局 決勝的第五局 前半段雙方的失誤率飆升 互相交換了點分數 但是林荺茹殺了一整場的招牌絕技 反手擰依然非常的奏效 中國組合拿他完全沒有辦法 讓台灣組合很快就取得打比分的領先 中場林荺茹、陳思雨的組合 就以3比2驚險的奪下冠軍 在混雙奪冠之後 緊接著來的就是南丹的部分 林荺茹32強以及16強都是輕鬆的以3比0獲勝 來到8強賽面對瑞典名將法爾克 法爾克是2019年世錦賽南丹的亞軍 是去年世錦賽南雙的冠軍 他能在一堆中國選手裡面殺出重圍、多排 實力一定不容小覷 林荺茹開賽首先以11比7拿下了首局 但是後面兩局都被法爾克給拿下 陷入淘汰邊緣的林荺茹 在第四局打出一波7比1的開局 成功翻平了大比數 成功來到了生死的第五局 雙方戰成了6比6的起平手的情況下 林荺茹靠著法爾克的失誤 再加上積極的進攻連拿4分 以10比6握有4個賽末點 但是法爾克突然覺醒 在絕境之下輸死一波 連續打穿了林荺茹的防線 最後林荺茹驚險的手下勝利 晉級到了4強賽 面對的是中國的新星 梁眼寧 梁眼寧曾經在上一個挑戰賽的4強中 擊敗了莊志願 這一次林荺茹幫莊志願復仇了 前四局打完取了3比1的巨幅領先 最後一局更是打出一波10比0 直接碾壓 林荺茹成功晉級到了決賽 面對的是世界第一小球手 Feliz 雙方唯一的交手記錄 是Feliz 3比0橫掃過林荺茹 但是這一場林荺茹展現了 絕佳的狀態一度取得3比0的大比數領先 但是可惜後面連丟4局被逆轉 林荺茹說 因為之前輸過Feliz的關係 所以他有點想太多了 他應該要更相信自己的戰術才對 I can't believe what we have just seen 痛失冠軍的林荺茹馬上轉戰到了南雙的項目 這一次林荺茹以及廖正廷的搭配 同樣展現了恐怖的實力 16強、8強以及4強 全部都是3比0獲勝 三場比賽的比賽時間 加起來還不到50分鐘 根本台灣的勞工開模 準時下班不囉嗦 但是到了決賽可就不一樣了 他們遇上的是瑞典的組合 其中又有去年的世錦賽男雙金牌法爾克 只不過他這一次的搭檔換成了Kalberg 值得一提的是 這場比賽開打前的一個小時 林荺茹才剛剛經歷的南丹決賽的逆轉敗 體力以及心情或多或少都受到一點影響 果然 開賽的第一局 就靠著林荺茹招牌的反手擰 一度取得7比3的領先的情況下 結果竟然被瑞典組合 打出一波8比0 直接帶走比賽 混亂的轉移方式 不是想的 第二局又是同樣的劇本 雖然林荺茹以及廖正廷的攻勢非常的兇猛 很快就取得5比1的領先 結果又被瑞典組合打出一波7比0超前的比數 但是林荺茹再次跳出來追平了比數 全都由腳踏出一波8比0超前的 全都由腳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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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打法下 廖正廷的進攻比重明顯增加 林荺茹也不需要執著於打反手擰 兩種不同的球路相輔相成 讓瑞典組合忙於防守無暇進攻 在第三局的後半段逐漸被拉開 台灣組合成功以11比7翻回一城 在經歷了前三局之後 很明顯的台灣組合在近台是有優勢的 短兵相接的情況下 更吃選手的細微操作 特別是在前三版中 瑞典組合幾乎完全沒有辦法找到突破的機會 只能先守住第一波的攻勢之後 把比賽變成中遠台的相持的時候 瑞典組合才有一點點的優勢 但是到了第四局的後半段 瑞典組合的粗心失誤越來越多 越來越守不住台灣組合的第一波進攻 最後崩盤以5比11進入到了勝4局 - 完美了 - 完美了 - 現在已經是最後了 - 完美了 決勝局瑞典組合越打越煩躁 越打越氣餒 甚至連揭發球都會發生連續的失誤 心態完全崩盤 反倒是林雲汝以及廖正廷 完美的發揮 直接打出一波10比0 帶走了冠軍獎盃 - 熟了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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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雲汝以及廖正廷成功完成了讓二追三的大逆轉 特别是林云如一个小时之前 还经历了3比4的逆转败 还能够马上调失心情以及体力 在绝境之下完成翻盘 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林云如以及廖正廷的组合 也成功拿下了睽違四年的男双冠军奖杯 林云如这次总共收获了两冠一亚 是本战的最大赢家 另外女双的陈思宇黄一化 也挺进到四强之后 才输给了大会第一中子 早田希娜以及平野梅雨的组合 收获到了一面铜牌 而这也是陈思宇这个赛季 第三面的女双铜牌了 那我们就恭喜所有得奖的台湾选手 下一届赛事是9月30号 在中国举办的世界乒乓球团体赛 可惜林云如开赛之前 因为教练确诊的关系而被迫退赛 但还是希望剩下的台湾选手们 还能够继续加油吧 亲爱的啊 今天的我腿吃叫做Kissima 下次再见 Peace out